哈喽大家好,我是水瘟,欢迎大家来到街霸2的实况,对这点说,这一场的比赛来自于被虐已成习惯,对战长春院长,长春院长选出了肯,对战一杯的警察,来看双方决一刺凶罢,中角区要接个拨,长春院长的操作依然是那么骚起,数不前置,后撤,看警察会不会步步紧逼,他逼过来了,我一家这波操作接铁头控,哎,发相当强势,看来技术不在院长之下,两点之后对手推个拨, 然后肯继续进行一波强压,看警察究竟该怎么办,警察挑起,我飞到这边,抢他下来之后,院长已经落了下风了,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把他投到角落,然后开启一波强压,生龙空了,好的,警察机会来了,我警察没有抓到这次机会,如果抓到机会可以一套收掉,一波铁头弓穿过,后面还有血量,空中封一下子结束,我们接着看下一局,下一局看院长能不能爆发一下,看来今天真的是碰到硬场, 卡子了,接着看这个肯这次能不能彻底爆发,铁头弓直接穿过,好,一跳中压起身,这个一跳直接被踩头,院长果断的搞了个生龙,现在开启了连续发波,不断的发波之后,警察在角落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哎,没想到出了一个转机,他投了一下,手术好快,肯又处于下风状态了,肯一个逆向,他反投,然后压住起身,再投, 还有一点血,我们来看继续投,哇,这一次不再投了,这一次跟了个好,哦,有跟,跟他说拜拜,我们来看第三局啊,第三局这场终极之战谁,才是真正的王者呢,我们拭目一旦,哇,开场就来铁头弓,看再来一发电转铁头弓,连续电转铁头弓, 院长被这一周折磨的事死去活来啊,你看,角落,特殊机,请教怼他,这时候再来个直跳,警察是看着他呢,不让他跳起,也不让他近身,哎呀,这一波居然在连摔之中,结果掉了,院长,我们来看下一局啊,看这局并没有播发出来,下一局看院长选择什么人物, 好的,我们紧接着进入到下一局啊,院长肯定表示不服他要再接一遍,来看这一次他选出了桑吉尔夫,桑吉尔夫一样是非常用强势的角色啊,就看这一局能够发,开场一个,哇,旋转弓,但是不要被掏下盘啊,这一招被破了已经,现在警察开启了强势压制,哎,又来一个电转啊, 旋风拳,这一招可以撑至尾,看到没有,哎,接攻,使得对手不敢戒身,但是对手如果瞅准机会,他是可以掏下盘的,哎,桑吉尔夫主动攻了过来,这个大脚真的很长啊,再掏下盘,半血没有了,大铺展翅,好,直接搞晕,晕掉之后接抓,啊,接抓以后一个旋风座,也可以撑至为梅花大座啊,这一波警察被搞得是很难受啊, 看下一波维加能不能爆发 好,进攻 看前冲被防 清掉点他 这警察该怎么办的到底,他应该想出了一点花招了啊 没有,哦,还是这波旋风拳 那么再来一次,警察,警察等不及了 现在一脚踢了过来搞晕 三点四点,接一个前进手,然后再接追加,哇塞,这一招直接打出极限连招,然后摔一下子跟他说拜拜,双方比分来到了一比一,紧接着进入到下一场 打的还是蛮激烈的,这局 警察也是不落下风 我们来看第三局 好,第三局特殊机,被压一下 然后桑吉尔夫去发动强攻,大破展翅,撞 哇,又是一波打坐 然后搞晕,要不要搞晕,现在又做 对手根本是毫无还手之力,最后一波没花打坐,结果掉他 好的,又拿下一分,现在总比分是一比一啊 我们接着来到第三局 好,第三局看谁才是真正的王者 这一次一批也特别表示不服,他又接了一笔啊 这一场他一眼选择了警察 警察这个人物怎么说呢,是非常强势的 他的真名叫做维加 但是咱们都是比较喜欢叫到这个警察啊 进攻前天手被偷一下,桑吉尔夫现在发动进攻 哎,大破展翅,晃一波 想来还来大破展翅,对手到底该怎么办 对手带他跳起,旋风拳 前冲过来接轻手,但是还是被踢了一脚 踢过来之后,对手还要前冲吗 又来一波旋风拳 连续旋风拳让他上当 警察再瞅机会 他是不会轻易进攻呢,进攻就可能挨打现在 踢踢踢踢踢,接抓 啊,梅花大座 这个梅花大座吊血量太多了 好的吧,来看下一局吧,看来这局一批的气势彻底崩溃 下一局警察 能稳住吗 哇,旋风拳被打一下,然后开始被一个大方式打到 进攻 前进手特殊技 中角踢开 但是还是被封一下 后面再来一波大破展翅 空中小条也被踢一脚 好,这种情况之前桑基尔夫还会不会使用投机呢 感觉被压的已经落下风 对手蹲防下防都不是 但是现在只能防御对手处于一个魔血状态 恶恶一波死循环 桑基尔夫再不出手就晚了好来了 梅花大座 先搞他一下 好前冲过来,一招毙命 又一招梅花大座 将他撂倒 大家来一波关注,每天更新精彩队然视频 未经许数据 闭乱 闭乱 闭乱